根据调查指出去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规模是428亿美元 其中台积电稳坐龙头市占高达了46% 法人表示由于28奈米产能满载 再加上库存回补以及春节之前被货效应 台积电第一季的营收季减将会缩小到3% 但季不淡